立法会帅务委员会继续调查竹总管治混乱 机构管治总监胡子慶被议员批评未有履行职务 胡子慶承认自己看文件不是太仔细 联报资料亦都不准确 王浩然报道 竹总第四次上帐委会解释 由公帑给人工的机构管治总监胡子慶第一次延伸 他今个月底约满之后就不再续约 管治问题由联报讲起 15-17这三年的竹总联报都写明 帐目经审计委员会确认 但审计委员会四年半都没有开过会 没有开过会的 那你觉得那个有没有问题 企业管治概述 未必很准确的去讲得很仔细的内容 因为只是一个很大概的描述情况 现在看回头那个是一个不准确 每年有一些地方都有少少不同 你知不知道 我有留意有更改一些数字上的东西 我知道 数字 我意思是数字就是比如那个年份 几次开会 我知道 没拼击人写实就是改年份的 主席 当时看这些文件的时候 我相信看得不够仔细了 主席你不要乱签他们的东西 不要太信任 作为一个义工我都尽力去做 但有时我都要信CEO 信大家同事做出来的事 竹总上星期说网页和审计报告所写 许国定是审计委员会主席是错的 而是赵杂仁 说法同样被质疑 会上议员说有文件写明 审计委员会的赵杂仁 应该由财务及策略委员会的主席兼任 而15至19年这个委员分别由善日坚和康宝区担任 那为何赵杂仁是许国定 会后胡子庆被追问离职的原因 他没有回应 贝君奇说是个人理由 又说竹总在大验身之后 会对症下药活暖反症 有线电视记者黄沪言报道